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看什么呢 对不对 你要有一个目的来看 首先你要看的是大额的一场活动 假如说投资行政流最近五年只有一笔 而且在前年发生的 谁估投三千万 其他人一分给我投过 那你就马上要对这个保持警惕 你要通过多种渠道去查询一下 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应该投资 很可能这笔钱投资的公司用个人投资的 用个人使用个人消费的 你要对大额的一场活动保持警惕 同时管理层有意无意的犯错也要保持警惕 那么有意无意的犯错 有意的犯错是造假 无意的犯错的话还好 就这么可以了 所以说财物啊 是一个非常科学系统而传的学科 但是正是因为它的复杂性 导致了它存在造点 而不被发现的可能 所以行政流良好也要保持警惕 你看它是不是那种大股的一场不动 要注意分析 那么资产负载结构这个科技啊 其实特别简单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总资产 资产等于负载加所有的钱益 等等这些会计的基本的知识 即使你没有学过也要了解一下 然后这些资产结构质量 资产负载加所有的GPS 然后这些基本的知识 当然也要有所了解 怎么了解呢 我建议你们可以学一学 CB的会计 或者学一学CB的财务管理 这些是非常有用的 大家可以去学一学 然后下一个是资产科目分析 这个分析跟刚才讲的一些分析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根据它比率 相关的一些财务比率 比如说绝对额 和相对增党率 增党额 以及应用上款等等 延伸出来的比率 你要通过这些比率的变动 来分析这个科目是不是有问题 大家记住 只要科目有问题 你通过回来分析和本体分析 是一定会发现钻尼的 注意 我说的论尼一定不是问题的简单 因为如果一个企业真的是联合上下 有包括自己的财务员去摸你 你真的一点也发现不了 很多案例都证明到这一点 你再专一眼人家也能摸你 当然他造假说法也必须要专业 也有专业的人方向造假 很多造假 很多造假是容易被发现的 比如说我看一张表 我一看这张表 比如说我看一张发票 我一看这张发票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如果我存在想骗你 确实说就不能发现 如果你没发现 最后就被人退过来了 你如果没发现 比如说被利益相关人员举报 那你需要被处罚 轻责被罚管 重责被市场进入 证监会大家可以观众一下 凡事 投行这些项目被发现才会做的 投行签字的负责人 轻责罚款几十万 重责直接终身赏进入 也就是说中国股东市场 从此不再有什么名字 大家记录一下 终身赏进入 那么财务指标分析 这些指标包括盈利能力 周转能力 这个资产负责结构 运营指标 这些基本的指标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当你在这个机构工作的时候 我们这些指标天天是能够接触到的 财务和归性问题 初步梳理 财务和归性问题 初步梳理 刚才沃夫说的财务调假 在我们财务这个论文中 财务的这个分析的功能 是最可能的问题 但是财务的问题 也有一些集中性的特点 它集中在哪些问题上呢 集中在虚重收入 减少成本 利息资本化 正常不正常 其他应 首先说其他应付 一般什么样的科目 会放到其他应付里面 什么样 是企业相外的一些借钱 其跟别人借了一些钱 举例来说 企业跟他的这个创始人借了一百万 那么他这一百万就会放在这个其他应付里面 就是某一天需要给他还上的 那么正常怎么看他的合规性 那比如说我跟他借一百万 然后我双方有合同 然后还有流水 还有银行的流水频道 这是合规的 然后呢 在会计里面又记住这个合规的 但是假如说我寄了一百万 那实际手记了两百万 这就不合规的 假如说我寄了一百万 但我没有这些合同 没有这些流水 这就是有瑕疵的 可以给他补救了 什么意思吧 这就是合规性的我们看 你主要是看到这个实质 就是会计里面 如果大家学过会计 肯定会学过一句话 叫实质大于形式 是吧 你看到实质 这个实质是借钱 而且双方也真实意思表示 确实需要这笔钱 也有相关流证也有流水 我看他就是合规的 那么其他应收也是通常的道理 当然说的是 企业跟创始人借钱 也很多情况下 会创始人从企业里拿过一笔钱 这个叫资金占用 这个资金占用 也在会计里面 就反映在其他应收里面 所以这个原理跟其他应收是一样的 如果是有完整的流水 挺不重 有合同 然后金额也对得上 那就是合规的 如果是对不上 那就是存在瑕疵的 如果是完全是假的 那就是合规的 那就是不合规的 因为那段 我不知道陈邦同学 理不理解我说这话 看他合不合规 主要看他这个凭证 以及他发生的这个事 是不是应该记录在这个科目里 这就是他合规性的验证方法 刚才我说了 财务合规性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上呢 集中在虚增收入 减少成本 利息资本化 年发费用资本化 先说前两个 虚增收入是什么 为了提高利润 因为利润和市值挂钩 后来是什么 也是为了提高利润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 所有的财务到底 都是为了提高利润 因为利润和市值挂钩 只要利润高了 股票的价值就高了 利息资本化和研发税务资本化 是就是 本应该作为费用一笔扣除的 利润企业快选择进行自动化 自动化之后 这笔没扣除的费用 结果就是利润升高了 所以 它的目的这里是为了利润 那么后面所说的这些套法 比如说 虚中收入是未发货 做发货收入 发货为验收的收入 年底节制性收入 工程收入节奏 高为进度 这个说白了 要么就是提前确认收入 要么就是这个虚中收入 等于这些都是造假的收法 也都是造假的造假 基本上这些都是可以被发现的 这个问题 如果你正是专业人员 有些经验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 但最可怕的是什么 这些虚中收环节没有问题 而是企业联合这些所有 困难的问题去保采去坑你 为什么说这是最可怕的 他最后可能是你 他自己肯定会被坑 如果被发现的 那你是受害者 你是受害者 刚才说这个第一问题 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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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第二问题是税务问题 税务问题是这个什么 增值税是企业的高价限 高价限 因为增值税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当一个企业面对高增值税的时候 他通常才是什么方法 买发票 买发票只需三个点 这是两个点 但我可以抵税抵17个点 少的比6,7个点 多的比17个点 所以增值税是高价限 尤其是审计 如果你们在四大做过审计 或以后巨大的工作的话 那么增值税的问题 一定要重点关注 尤其是发财务支持性 一定要去验 这些方法 如果能把人家税务问题验出来 那企业就被发财 补齐没有缴税 加上安天结算的质量金 这是税务局惩罚的原则 第二个 企业所得税 是有限度调整 主角需要考虑税务主要风险 刚才说了 第三个 是税收优惠政策 和合法昂规 那以后肯定会接触很多企业 叫高新企业 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吗 因为高新企业 两个免三减半 想收两个免三 前两年免税 后两年 第三年到第五年 这个减半就走 所以大家击破了头 想上这个规则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两个套账的问题 两个套账的问题 根本上是税务问题 还是为了避税 很多公司为了避税 会采取对外一套账 实际一套账的方法 然后实际账目 也不通过对公账户 而通过三公账号进行 那么作为一个从委人 如果你做投资财物 我只能说 我不是说鼓励逃税 我只能说是 我曾经接触过的案例 我相对理解这些 相对理解这种方法 我不鼓励大家逃税 我确实要说 科报的税金 咱们国家的税负 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挣100块钱 假如说税钱是100块钱 你的增值税 你的增值税 你增值税 直接扣到17% 扣17块钱 然后税类的钱 你还要交所得税 所得税是多少 25% 你又扣到1% 然后你还要交什么 交承证税 交承证回家等等等等等等 一堆税 这个基本上 你争100块钱 一争100块钱 最后到你手里 你还要交个人手的税 基本上说你扣了 能扣到40% 5%的税 所以基本上是 咱们国家的税率 甚至比较高 更比较高 那么 各种的税是什么 各种的税是 要从355%起征 从3%开始征 大家知道 如果一个年薪百万的人 年薪百万的人 税前年薪百万 要交多少税吗 有没有了解过 一个税前年薪百万的人 最少要交20多万的税 正常常要交30多万的税 如果存在于 避税结设的方法 可以20多万 但是正常要交30多万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国家的税率 每个月收入超过12万 你的税率就达到了45% 也就是说 假如你收入一个月收入12万 到了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钱 7万钱 所以说税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继续刚才的话题 刚才说 赚了100块钱 你税负了100块钱 所以说税率不较错 那么也就是说 说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我比较理解特别的问题 但绝不鼓励大家去逃税避税 因为税有问题 你一旦查出来的话 那么健康就看这个 我怎么处罚你了 给你一个行政处罚 两年内上网的是 如果给你一个比较中大 跟远备的处罚 还可能坐牢 有个著名的演员 刘晓庆 就因为被人举办逃税 坐了六年还是七天的牢 所以说问题不可小事 如果你深入到企业经营 或者接入到企业之后 发现咱们家企业 95%的企业都有15分别的问题 95% 这比例一点不夸张 然后他们逃税动机 就是因为税务比较高 税务比较高 咱们继续说两块账的问题 咱们说税务账和真实账 税务账就是报税的账 一般报税的账 都是盈亏平衡或危亏 就是为了避那个25%的所得税 它会交综制税 然后第二个就是真实账 真实账是真实账 就是每年账有多少钱 所以两块账的问题 一般都能够去给企业上市的时候 都会遇到 但你帮他们解决 所以就来协助企业来把涨调回来 调回来 调回来的第一步什么呢 就是补税 基本上回到项目公司上市前 都会补一大笔税 少得一百万多多几千万 补企业的所得税 等等等等 然后税务局看心情是不是要罚你 如果不罚你算你走运 那你要补税 两套上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 但我建议是 如果你有真的去从事投资行业也好 想创业也好 无论哪个行业 对税务一定要保持经维基金 不可为所欲为 不可为所欲为 为所欲为的结果是你要被使 就是你要被为所欲为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颗经文去信 接下来我们说的就是CFO财务总领域 事实的访谈 这个呢其实已经包括在了 刚才咱们讲的内容 CFO是一个企业财务总领上的总负责任 一个企业图老板 就是CFO最了解企业的财务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企业 如果真的出现财务问题了 最先辞职它就是CFO 因为CFO太知道这个企业什么状态 所以半年前就乐视的这个CFO 如果你是业内人士你就知道 这个企业一定出问题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企业CFO没测试 但是年报之前换到科技师事务所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信号 你要明白正常情况下 是绝对不会关科技师事务所的 什么情况怎么换 只有什么情况不换 原来这个科技师事务所没法给你出报告了 出不来标准的无报应的时间报告 那么当出来这个问题 这个公司在披露年报之前 同时会决定换科技师务所 那这个公司你一定要加1万个小钱了 那财务99%是出了这个重大的问题 咱们国家有些上市公司 出年报之前换了科技师务所 那你基本上这个股票 你可千万不要再买了 因为你再买的话 你就会基本上你的这个研究会套得非常老 所以你如果在企业发现年报之前 发现他们CFO辞职了 发现他们荒飞事务所了 那你就这个基本上不用再看这个公司了 比如说乐视 乐视CFO在一年之前辞职了 那么这一年时间你可以看到乐视出了多少事 对吧 乐视出了多少事 这个因为正常人啊 是不可能在家健康发展大公司 赐到CFO的 CFO的权利是非常大的 是最了解公司财务的 是直接跟东西上回报的 所以大家会发现健康的公司 比如说腾讯来说 他的CFO几乎不变 因为CFO的基本是从四大号专业审计 就挖来的 虽然非常专业 他有时能帮助你设计的仓货表 但如果发现了刚刚才说了几话 你一定要小心 然后提议访谈谈的内容 我跟大家都说了 肯定跟财务相关的一些管理啊 流程啊 具体的资产发展情况有可能 这个问题呢 肯定是有的 问了有很多问题 你通过这个问题来梳理和寻找他们的这个 是不是存在财务的这个瑕疵 然后财务总理这块 就是财务的这个 具体的执行财务规划的人 以及审计师 这个审计师非常关键 因为审计一般是外聘的专业的科技师数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斯大尔 或者是斯大尔的国际的所谓 他们的审计师相对来说就比较专业的 想发现的问题还是可以发现的啊 所以你要跟他们去谈 而作为中级机构 你们跟他的关系其实是平等的 你跟他们的关系 如果他们如果发现一个问题 会跟你说 如果你是投资机构 你要根据他们出的审计报告 来发展财务情况 你要根据他们交流 你要根据跟他们交流 他们要跟你说 时刻保持与这个快速车管理层 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审计师 与管理层创工的情况或是警惕 有可能审计与管理层创工 一定有可能 因为审计师的钱是管理层给的 对吧 他们的这个薪水 他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费用 是管理层批准的 那你存在这种创工的可能 一定要对这个模式警惕 如果你发现你这个 沟通这个审计科技事务所 你和管理层 图压内容几乎是一样的 那你一定要警惕 可能他们被管理层收买了 OK 审计师 审计师方才刚才咱们也谈到了 接下来就是经济交流报告 第二个报告 我就不跟大家细说了 刚才呢 这个已经把这个最详细的这个 经济交流报告 也就是说照顾说明书 给它展示过了 咱们平常拿这个经济交流报告 普达程度和前段程度 以及真实程度 都远远小于照顾说明书 如果你想看最权最标准 最公开的这个定值调查报告 你就去看照顾说明书 刚才我给你刮你下来 那个就可以啊 就可以 比如说你想去看去年阿里巴巴 营车多少 你就查一下阿里巴巴的年报 如果你想看阿里巴巴上市 之前什么样的状态 你就去看阿里巴巴的 照顾说明书 如果你想看曼达 他们在香港上市 我看过他们照顾说 照顾说明书有七百多页 那种也非常详细 他把每一个城市的报道工厂 收过什么的 全都写清楚了 所以你想看 禁止在上报告 看照顾说明书就可以了 里面说的非常详细 那么后面这些东西 我都不跟大家细说了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特别关键 关键就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些东西 然后营利能力分析 营利能力分析 营利能力分析的东西 但是还是有会计的内容 如果你学过财务 你会看起来非常清楚 如果你没学过 我建议你先去学财务会计 然后再来看这些东西 再来看这些财务的内容 最后先进来分析 所有这些科目大家都有概念都好 没有必要去记 最后我给大家也说一些 我在做相关的投行 和投资工作中一些心得体会 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奇迹 现在经常听到一句话 叫事出返程必有妖 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非常对 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事情返程了 那其中一定有一些 你不知道解释的内容 除非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这个公司确实是特别厉害 不然不要去相信 他有超越常识的盈利能力 比如说毛利率特别高 那就不要相信 然后不要相信他经营的成长性 因为真正有实在的公司 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比如说从京东 07年开始到现在10年了 一直在自检五流 到现在还在建 你听说他一天之内 你听说他一天之内 你能做到211现实打吗 不可能 他建了10年 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才会到你上午10年下单 下午7年之前你送到家里 但如果有公司跟你说 我现在能做到这件事 那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除非他都用京东 但他用京东成本又下不去 因为京东是要收钱的 为什么自建 就是为了建设成本 为了提高效率 当时有个互联网公司 大概铁梁是京东的三倍 现在早就没听说过了 叫新弹老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被京东自建物流 一点一点残食了 所以不要相信 京东的成长性 他们从三倍到消失过 也就历生两三年 那么近几年最经营的成长是什么 滴滴和摩摆 也就是说共享出兴领域 和共享单车 但是你有没有组织过 他们经营成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资本 是资本的这种 滴滴他烧了几百个亿 滴滴可不敢在国内上市 因为他上不了 他也拿出资本 他也拿出资本费债表 一拿出利润表 利润付两三百亿 不可能 不可能上市 所以他就跟美图一样 大家知道美图在香港上市了 美图在香港上市了 美图在香港上市过程中 股价有点还不错 为什么呢 虽然美图去年亏了60多个亿人民币 但他的股价还在涨 因为美图 因为美国和香港的程度上 它是根据企业增长性和未来的潜力 来做价格划断 而不是你的利润 就算中东连续亏损 但他的股价一直在涨 所以经营的成长性背后一定有腰 像滴滴背后的腰是什么 就是资本 他们帮你融到融资到几十亿 当你做一个产业 你有这个资本支持你了 这个回报是必然的 所以远高于同行的这个财务报 这种情况基本上可能发生 多有一定保持警惕 然后 然后是什么 然后是趋势的这个突然改变 如果突然改变了趋势 那你记住 也一定是资本 资本才能推动趋势的改变 如果是人类社会自然改变 那你千万记住 没有3.5年这个事情 是不可能出来出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相信奇迹 不要相信奇迹 好 我基本上 这个这一节财务经济上来课的内容 也给大家讲完了